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勞工的任用上 他卻違法使用假派遣的勞工 他其實是真僱用 但是用派遣的名義 我們認為那是假派遣 是一個專法裡漏洞的做法 公共電視從今年5月31號 開除了沒有派遣公司 然後派遣和早安聽得好了 禮止捐款 禮止二次公事 禮止捐款 禮止二次公事 問者會不具行事 不批勞工聲音 不批勞工聲音 他們沒有正式地來面對我們 到現在都還是態度很阿拔地說 那你們就去打官司嘛 那對勞工來講打官司 曠日廢時啊 我們一個小小工人怎麼樣跟他打官司 要耗多久 這段期間工人生活不穩定 經濟斷絕 那誰來負責這個責任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真的很倒楣 小時候日子過得很苦就算了 長大之後出來找工作 結果不是臨時的 再來就是派遣的 不然就是承懶的 能夠領到22K真的是很幸運的事情 那如果說我們不接受這樣的工作條件 我們不去工作就沒有這工作 那我們就變成人家在家說的啃老族 我們也不願意當啃老族 可是這個就業的環境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像剛剛大哥說的 勞動部一直要推什麼幾趴幾趴的派遣 其實我們跟你在意的 並不是幾趴幾趴的派遣 我們在意的是派遣這個不好的東西 本來就應該要把它禁止 這樣子以後才不會再繼續惡性循環下去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今天真的是公事 當你美好畫面的時候 看到你們打壓勞工 我眼淚都掉下來 我怎麼看得下去 我想公事開播到時候 我們也非常熱愛 但是你們長期的使用派遣勞工 好不容易今年4月 你們要把它所謂的補證 變成正式的我們的員工 可是呢 請客師 貼入各種不正章的手段 莫名其妙的手段 讓我們六位公事派遣工勞工 現在還在失業 請問一向標榜 光明透明正義的公共電視台 當你們做這種殘殺勞工 窄殺勞工 讓勞工失業的狀況的時候 你這畫面再免 我們看得下去嗎 所以 我覺得我們現在六位勞工 也有代表在這裡 請問一下總經理 你要怎麼幫助他們 怎樣讓他們有飯可以吃 怎麼讓他們會生活下去 怎麼讓他們在公事繼續為我們服務 讓我們的畫面更美樂 讓觀眾看了更想看 覺得現在公事表面看起來光明正義 有話好說 但是實際上 確實壓照我們能打壓我們老公 請問一下公事怎麼幫助我們的勞工 將來如果這位 能夠讓這六位勞工 恢復我們正常工作的話 絕對我們打開來 第一個看的絕對是公共電視 好不好 請教一下總經理 好奇就是說 莫名請教一下 未來公事會採用派遣能力嗎 那為何會採用派遣能力 未來不會 至少這一屆的董事 跟我們非常清楚 只是公事不可以再有派遣夠 其實合理是不應該用派遣 因為你們的 我剛剛看一下公事法的規定 規定 規單位應該有 就是一個你們有規定說 你們要有就是那個 第四款 電台工作人員是養存 你使用派遣就是用別人養存的 所以我相信幫助使用派遣應該是違法 違法 違反你的公事法 對這已經過往 那是已經過往的事情 那我相信 在執行派遣 我是不大了解 為什麼剛剛會使用派遣 其實派遣是很奇怪 因為勞理法得尊 你有規定勞務關係 你有零食性 你季節性 或管籍性 或契約性的工作 不需要利用派遣 派遣也是規避 規避勞務 你也可以採部門 像董事董事董事 他的形勢也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派遣 所以董事會 董事會 以後都不用派遣嗎 是他有說很清楚的說 希望公共認識 所以很清楚 張誠裡面 你說未來張誠都會 我們就依法行事嗎 依法行事 那當他就違法 不知道 其實我也從2007年開始 這樣的問題 不回答過去的問題 謝謝 主管們 或者是總經理 你們自己應該很清楚 當時派遣公 正式請你們資專的法律漏洞 我相信你們自己心知肚明 但是在你們處理這個過去的 你們稱之為歷史共業的假派遣 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你們卻藉這個過程 剝奪了六個人的工作權 我當然知道你們說 這六個人有什麼什麼 什麼樣子的問題 但是 如果他的僱傭關係 事實上是存在的 你們解剖一個公認 還是要遵守勞動基準法 就剛剛上上禮拜 開過的董事會 也針對幾位勞工朋友的訴求 他們 我們公審部 現在接到他們的抗議書之後 在董事會也做了非常深入的討論 他們所有的訴求 他們也幾乎組織都有唸出來 那據我所知的話 我昨天碰到我們邵董事長 在另外一個會議上 他說 他們正在寫一個回應 回應你們的訴求 然後 但是因為董事會上是一個共識制度 所以他們的回應會 經過所有董事同意之後 會給大家一個適當的回應 那我想你們的問題 我們都很清楚 沒很清楚 我也只能這樣說 謝謝 謝謝你們的指教